这是一个喷头,气体从喷头下的小孔喷出。 用纸板靠近喷头,纸板被喷头吸住。 为什么纸板会被吸住? 假设H为纸板与喷头的间隙,R为纸板上的任意一点,到小孔中心的距离,V为半径式而高是H的圆柱体的体积。 根据圆柱体的体积公式可知,其体积V与半径R的平方成正比。因此,半径的增量将导致体积的更大的增量。 所以,在喷头与纸板间隙中运动的气体发生了膨胀。 根据波逸R定律,气体体积的增加将导致气体压力的下降。 所以,间隙内的气体压力降低。 也就是说,纸板上表面的压力降低。 由于纸板下表面的压力仍为大气压,所以纸板上下出现了压叉。 当这个压叉足够大时,纸板便被喷头吸入。 记忆的生力也是如此。 在水平飞行的情形下,记忆上表面因为空气的膨胀而压力降低。 记忆下表面因为空气的压缩而压力升高,因此产生了生力。 这是一个有液体流出的渠道。 渠道右端水平,左端向下倾斜。 我们发现,当液体的流速加大到一定的程度, 液体便与渠道底部发生分离。 为什么液体会与渠道底部发生分离? 因为渠道右端的液体运动,是水平向左的。 而渠道左端却是向下倾斜的。 这样液体也就有了远离倾斜渠道底部的趋势。 于是倾斜渠道底部的液体发生了膨胀,压力降低。 由于液体的可压缩性比较小。 所以只要稍稍膨胀, 液体的压力就会降低到大气压以下。 粗略地说,当渠道底部液体的压力低于大气压时, 空气就会在大气压的作用下进入渠道底部。 于是液体便与渠道底部发生分离。 在分离之前,渠道底部压力低, 外部压力高。 于是也产生了渠道的生力。 同样道理,当机翼影角比较大时, 空气会在大气压作用下从尾部进入机翼上表面。 从而使气流与机翼上表面发生分离。 这也就是所谓的飞机失速现象了。 用空气来吹纸条。 纸条为什么向上升起? 也是因为纸条是向下倾斜的。 而电吹风吹出的空气, 却是水平方向的。 因此纸条的上表面的空气发生了膨胀。 压力降低。 于是纸条向上升起。 电吹风吹乒乓球。 为什么乒乓球会悬浮在空中? 因为乒乓球表面是弯曲的。 所以经过乒乓球上表面的空气发生了膨胀。 因此乒乓球上表面产生了低压。 在下表面的大气压的作用下乒乓球, 悬浮在了空中。 这个乒乓球所以悬浮在空中, 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。 因为膨胀导致了上表面的低压。 低压导致了悬浮。 低压导致更畉行的权盆。 您看看公 Metal denken hair的话盆。 更容易満临。 VER雎 field再保着有些量 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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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但是外面更新股,